你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 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 执行死刑对于遏止重大的犯罪 并没有窃窃的关联性 而多数专家认为 终身监禁是一种比较实际的惩罚方式 而在台湾有76.7%的民众 是赞成执行死刑的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请大家给我们一个空间 我们用理性的心情来听一下 废除死刑的声音 法务部日前执行死刑 相觉六名死刑犯 再度引发国内对于废死的争议 我觉得台湾的法律制度 和现在社会风度 现在台湾不太适合 废除死刑这件事情 在他做出那些事情之前 至少应该想过他做这件事情之后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不能因为就是死刑 然后就去说他该不该长命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很多 就是现实面道德面 还有法律面要去衡量的 对 死刑废与不废 还是目前台湾社会争议极高的议题 但是在以牙还牙 杀人长命的报复思维下 国家很可能沦为以同样手段 夺取人命的机器 目前为止我看起来 交集最集中文 是国家不能杀人 因为它违反这个逻辑 就是你今天如果国家认为杀人是不对的 那何以为国家要能够杀人 而且国家杀人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最近几次执行死刑以后 国家所忽略掉他的责任 他一直觉得说 对啊 社会大众也给我们鼓掌 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正义的展现 那对于被害人家属也让他们能够告慰 可是是吗 没有啊 被害人家属的家庭处于 有因为这个执行而更好吗 没有啊 FACE团体认为杀人长命 并非展现身为公平正义的唯一方式 而犯罪的人 当然要受到法律制裁与惩罚 改以终身监禁替代死刑 我个人认为说 所谓的替代方案最好的方式是 终身监禁 的确是终身监禁 但是呢 在没有办法证明 他已经没有危险的状况之下 是不得假释的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特殊的武器图形 便你废死配套包括 加害人被要求在监牢里 劳动工作 自力更生 并提拨部分的所得 作为被害人的补偿金 其满后假释的审查 也订定更严格的标准 这个罪犯 这个被告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到底有没有角色的可能性 不是你判决的时候 能够预料到 因为人没有时光机器 也没有办法预测未来 人命关天 一旦生命相逝 恐怕再大的代价都挽回不了 而死刑存废 短期难达到共识 如何取得民意 以及被害者团体认同 也是政府与社会 仍需努力的方向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资深媒体人杨宪宏 杨先生 杨先生您好 主播好 大家好 是 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 因为在全台湾 有超过70%的民众 其实是赞成死刑的 节目首先 我们透过这个图卡来看一下 赞成死刑制度的理由 包括觉得说 做什么呢 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所以大家觉得说 死刑能够让杀人者 付出相应的代价 合乎应报的原则 还有就是说 他们认为说 死刑是可以 嚇阻重大犯罪的 同时呢 死刑等于是 把这个犯罪的 这个加害人 永久隔离 另外在民意上面 大家就一般觉得说 超过70%的民意 是愿意支持执行死刑的 同时呢 对于人权的部分 大家就有一个很 一个理由就是说 如果我们重视死刑犯的人权 那相对于 无辜者的人权又在哪里呢 所以觉得说 如果执行死刑的话呢 更合于人道 同时呢 对于受害人呢 也是一个非常抚慰的 一个方式 对于遗族呢 也是一个 还他们公道的 这个结果 那同时大家会认为说 把死刑犯 关一辈子 还不如一次 执行一次的死刑 让他永久与社会隔绝 然后也避免了 庞大的这个监禁的费用 还有就是说 死刑呢 对于这个 如果在办案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有死刑的话 跟你说你如果不配合 我会到时候判你死刑 这样有可能会达成 这个认罪协商的这个成果 我们台湾其实已经两年多了吧 五百多天吧 没有再执行死刑了 可是就是因为日前发生了 在台南有一个男生 他说他要吃一辈子的老饭 所以他随机杀害了一个小男孩 这就引起台湾整个社会的公愤 所以法务部在12月21号 也就枪决了四名死刑犯 六名死刑犯 对 那所以说现在变成说 我们讨论废除死刑这个话题 不太符合大多数的名义 也变成一个 只要谈到废除死刑这个话题 就变成没有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 那我们想要杨先生 对于这个废除死刑 您在这个制度上的研究 是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在琢磨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您的想法是什么 在2008年 我们这个国家通过了两个人权公约 那这两个人权公约 中间有一段 这大部分139个国家 为什么会除死刑 的原因是 他们通过联合国这个公约以后 这个公约里头有一个条目 是提到说 除非是非常最重大恶极的犯罪 否则不轻易处以死刑 那这时候这个句子 如果经过专家的解释 其实就是说 它是一种非常缓和的 劝导大家要废除死刑 或不要执行死刑的原因 那当然很多人就去讨论 什么叫做重大犯罪 那大部分的法官都认为说 其实重大犯罪 那个是也许几十年几百年 也不出一例 所以也不可能在他手上 所以大多数废除死刑的国家 都是因此而认为说 其实并没有所有的罪行 都应该处死 死刑就是杀人 另一种方式的杀人 是一种杀人 国家执行死刑也是杀人 那国家是要维护人民安居乐业 可是他会杀人 会让人民恐惧 所以死刑一个字很好说 就判他死刑好了 可是这个被判死刑人 不会自己死掉 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去执行死刑 所以包括台湾这个国家 去执行死刑 不管是他用什么手段 执行这个死刑 最后还要有一个人 去负担整个国家 为了要有死刑的 那个最沉重的任务 就是他是一个筷子手 如果以个人的道德观念 来看的话 我建议用三个价值水准 让我们所有的听友 去评办 一个是以德报怨 这是我们常有的诚语 当然我们都知道 做到很难 我们做不到 我看他只有宗教家 可是这个要很好的修行 所以我们不能要求 不能要求一般人也都这样 不过现在死刑是什么 杀人则死 就是以怨报怨 以怨报怨我们听起来 以德报怨我们做不到 以怨报怨我们也觉得心有不安 为什么以怨要报怨 所以孔夫子儒家老早就定了一个说法 我们不要以怨报怨 我们做不到以德报怨 可是我们也做 那种以怨报怨不好 因为这是有伤我们的德行 德恨 那什么比较好呢 以职报怨比较好 哪一个职 正职 正职的职 用正职来报怨 也就是要有公道 所以很多反对死刑的人 误解了要汇除死刑的人 以为他是要去赦免那个死刑犯 让他无罪 这是错的 汇除死刑的人 跟反对汇死人的一样 都对那个犯罪者深恶痛绝 所以还是要有惩罚的制度的 可是也是要有惩罚的制度 只是说那个惩罚制度 不要让我们所有人手上跟他一样燃血 他燃血了以后 结果我们枪毙他 我们也燃血 这是不对的 其实我曾经在法务部 逐步汇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 我是其中的委员 那我们经过两年 我们那个委员会 逐步推动死刑 底头也有主张死刑的人 不是全部都是主张汇死的 所以我们要互相坐下来 倾听互相的意见 那到最后两年后 我本来是想劝 所有的汇除死刑的朋友 我们至少要让一步 在逐步汇死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让一步 也就是说 看样子我们这个社会 希望死刑这个刑种 在我们的刑法的架构里头 还要保持 能够备而不用 因为我听出很多人说 不要会死的原因 可是他又说 可是我终极希望没有死刑 这个矛盾的 很矛盾 那后来我去探究他们的原因 他们说 不然你就把死刑那个刑种留下 还是挂在上面 挂在上面说我们有死刑 可是我们不轻易使用死刑 除非真正罪大恶极去死刑 那我就觉得说 逐步汇死的目标 是使得汉死刑的人 或是被执行死刑的人减少 这就是国家就进步了 我们不需要从说 今天我还在枪壁 明天我们都不变变变了 这个也很奇怪 这个不符合人性 也不符合国家的进展 这件事情逐步做 所以法务部原来 这个逐步汇除死刑 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我是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赞叹说 如果我们说 我们来讨论 要不要会死 就两边对立 可是我们说逐步汇死 就是又已经隐含了说 我们现在还要死刑 可是我们要往那个目标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位 非常温和的 很柔性的一个思维 那所以我参加了这个会 那我参加了这个会以后 我就建议说 我们可不可以再死刑 目前我们的行种 是死刑 再来就无期徒刑 可是我们的无期徒刑 常常关个十几年就出来了 对 因为有减刑 假设我们国家有很多这种 仁慈的措施嘛 那就会搞到最后一个死刑犯 一个无期徒刑的人 可能十几年 后来我们中间有一个统计 就是都有很多 差不多十一二年就放出来了 那这个社会当然就 不安啊 不安啊 对 而且不公平啊 会愤怒之类的 就很 那我就说 那如果你认为 这个是实在应该判死刑 罪大恶极的人 能不能我们还有一个行种 这个行种我就在这里就讲说 特殊无期徒刑 就把它放在死刑跟无期徒刑中间 有一个特殊无期徒刑 那这个特殊无期啊 基本上是已经差不多是终身监禁了 可是呢 应该是要关二十五年 最低限度二十五年 对 然后才开始可以去进行 假释 可是他的假释 标准要很严 这样 可是会不会有人更主张说 为什么终身监禁之后 我就直接永远不准他出来 也不要提这种假释的这个方式 这个在人权上面其实有问题 好 就是不能把一个人关到没有希望 还是要给他一点希望 因为那个希望是引导他 向善向上 对 叫他赢的 认错 道歉 悔恨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做法 那可是呢 很多人说 那我们要养他那么久 对啊 其实不是 吃免费的劳犯 加害人必须劳动工作 自力更生 这个我觉得是在监狱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不只是单纯剥夺他自由而已 剥夺他自由 他在监狱里头还要做很多事情 来为自己的生活 来谋求一些生计 因为这个工作本身 是一种我们监所里头 去矫制这个罪患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他在外面 就是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才去患罪的 在监狱里头继续 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 还是知事闹事 在监狱里头还是不好 还是不会改的嘛 对 可是你把他安排 强迫他 你必须工作 你必须来安排这个工作 这是你监狱 生活过程中的一个规律化 那这个规律化会改变人的 正常的工作 会使一个人体会到 他跟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工作本身是 矫正处意的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 尤其对于这种重大患罪者 更应该给他正常的工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矫正处意的概念 那当然他赚了钱 可能他就变得很努力工作 对不对 他赚了很多钱 那这些钱怎么办呢 有一部应该提拨作为 去补偿受害者 对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废除死刑 因为你要尊重死刑犯的人权 可是大家就会想 那受害人跟受害人家属的人权呢 的权益在哪里呢 对 是不是在废死的过程当中 这个部分也要非常的慎重 这个可以说我们 我刚有个别跟主持人提到 我们在过去两年 在华物部里头讨论 有关逐步会使 所有主张会使的人都说 我们先谈受害人保护 因为为什么 这个才是真正 我们在处理会使过程中 我们希望包括受害人 希望受害人都同意 到最后都同意说 其实会使是对的 所以会使者在这个方面的工作 是很重要的 他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会使 怎么会是为犯罪者 加害者讲话 然后不去同情 不罔顾受害人 罔顾受害人 这不是人性吧 他们既然在这个连杀人者的人权 都愿意看顾的时候 他的手是够长的 当然也应该伸到 这个被害人这一方 所以我所看到现在的非常多 有关受害者保护的条例 或法规 中间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其实都是会除死刑人 极力要求这些制营 要修正 要给这些受害人 在已经受害了很可怜的 不要再二次伤害 去领取这些钱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受屈辱 这些东西 为什么 他有一些条件的限制吗 他就是他有一些条件 甚至于他有类似于像 原来有类似于 排富这种条款 所以这些都是不应该的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国家为了要表示 因为我们无以为 为一种用好的表示 只能用补偿金这些东西 这是最低的 不是最高的 所以最低度的说 至少这个社会 大家愿意用一笔钱来 让这些受害者家属 能够去处理很多事情 或是说 感受到一种善意 温暖 就是这个社会是温暖的这样 不然的话 你不知道 如果每天都打电话 或是说我们去关怀他 他也很烦 对不对 每天都在提醒他家出这个事 也不对 他是不是让他能够很快的 可以放下过去 给他一个 在社会的层级上 比较容易脱离 那个困境的方法 我觉得这一点是 其实我们的 受害者保护的规定 还真的需要做 非常严密的 人性化的处理 那再来就是 比较重要 就是加强 治安 因为 大多数的人 其实对于我们的司法 不信任 我们的司法制度 真的很有 很有进步空间 现在全世界 139个国家 废除死刑 58个国家还维持死刑 所以其实维持死刑的国家 是占少数的 那能不能请教您 我们在同样是 华人社会的国家 有没有哪些地方 哪些区域是废除死刑 行得通的 因为我们大家这个思想背景 会比较接近 我每一次提到台湾 在华人社会里头 我都认为说 它是一个非常值得 自傲的一个地方 可是谈到死刑这个问题 我们就被比下去了 在中国一国两制的地方 一个叫做香港 一个是澳门 香港在1993年 废除死刑 香港在它 还没废除死刑之前 是1966年 一直到93年 在27年的时间 没有执行过死刑 澳门那更是了 澳门原来是葡萄牙政府 葡萄牙政府是在19世纪 就废除死刑了 所以澳门从头到尾 它的立法 还有一条说 不可以执行死刑 这样 它是把不可以执行死刑 直接立法 这都是非常进步的 那我们在1997年 跟1999年 是香港跟澳门 就回归中国 我们都很担心说 中国会不会说 因为中国是一个 全世界执行死刑 最多的国家 那会不会就恢复呢 我们99年到现在 97年到现在 也都十年过了 没有 所以这也算是我们认为 中国至少在一国两制 这个制度底下 它有一定进步的地方 它自己虽然在执行死刑 可是它军共香港跟澳门 继续维持废除死刑 而它现在内部又被批评 中国当然是一个人权问题都非常多 在民主自由法治的精神底下 都是落后的地方 可是它在这个有关死刑这个部分 在胡锦涛的时代 我记得在胡锦涛的时代 因为过去各省可以自己执行死刑 那个死刑患难到不行 连中共中央都警觉说 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它后来把整个死刑的最终终审 拉回北京 最高法院才能决定 死刑马上减少 大半减少 虽然到今天为止 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 每一年的人数 都是世界其他国家总数加起来 真的啊 非常多的 估计大概有6000到8000人 一年 所以这个数字还是很大 那中国执行死刑这么厉害 可是它的治安很糟 对 香港会除死刑 它的治安很好 澳门也一样 所以这个就在华人社会 如果我们要比较的话 那这个是最 最鲜明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 某种程度应该向香港学习 向澳门学习 那香港澳门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 我刚刚谈的时候 你一定很有兴趣说 他27年都不执行死刑了 为什么会 还要去做废除死刑 还需要做废除呢 香港人其实在1991年到93年中间 有做民调 70%的香港人是不赞成 废除死刑的 不赞成 可是93年的时候忽然逆转 它的立法会直接就互租 废除死刑的通过 这个原因中间后来有人讲出来 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 对香港人普遍有一种紧张感 未知恐惧 对 就觉得说有死刑的中国 如果他回归了中国以后 会不会他死刑变成一个 对于不同意见者的一种处罚的方法呢 所以忽然整个香港都认为说 赶快赶在1997年之前 会死 到今天为止他对香港澳门 没有对这个废除死刑 有任何的干预 我觉得那当然这几年 你说原始的英国 原始的澳门的原始的葡萄牙 这些国家是不是此起彼落 有那一种说要恢复死刑的声音 是有的 这些都是有 这个自由国家 任何言论都被尊重 可是这些先进的国家 他们基于各种的研究 各种的坚持 还有联合国的 我刚刚提到两公约这个精神 不值其是死刑 还是回到我刚刚讲那个 一个国家觉得 他最有正当性的部分 老实说叫国家做以德报怨 是有一点过分 所以他觉得这个国家是怎样 可是以直报怨做一个国家 是刚好嘟嘟啊好啊 因为你调国家就有意愿报怨 任何执政的政府的人都给你 我干嘛去做这样的事情 有三我应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世界的整个趋势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就是说 去解构这个世界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不执行死刑 甚至废除死刑 它基本是人性最高度的升华 那我觉得台湾已经走到这个路 我们应该这样走下去 是 所以其实执行死刑 跟遏止重大犯罪 有没有一个决定的 这个绝对的这个关联度 其实大家可以多一点时间呈前 多一点时间思考 因为这个毕竟这个一面之间 可以带我们台湾社会 走向不同的方向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非常感谢资深媒体人 杨宪宏 杨先生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